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从11月开始实施Vid Corona松绑部分防疫规定后 确诊人数急速上升,疫情再次升温了 当然演艺圈也不例外,每天都会有新的确诊消息传出 其中预计要在马马颁奖典礼合体的沃能文 也因为工作人员发生确诊而无法参加当天的颁奖典礼了 12月10号,在沃能文事前录制现场 因为一位工作人员被通知确诊了新冠肺炎 所以现场当下停止了所有拍摄 包括沃能文成员们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接受了PCR检测 然后在当天晚上,沃能文成员们都收到了音信通知后 在今天凌晨,重新开始了事前录制,拍摄了三首歌 但是MNAP表示,沃能文将不会参加2021妈妈的烘摊以及直播颁奖典礼 虽然会有事前录制的舞台可以看 但是不能参加烘摊以及颁奖典礼直播的部分,真的是觉得很遗憾 然后,原本预定参加妈妈颁奖典礼的Super Junior成员缺细问 也在12月10号收到了确诊通知,立即停止了所有行程 目前正在居家隔离中 根据报道,全新闻在今年9月份就已经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但是还是没能躲过突破感染 最后就是歌手YouHere 虽然在8月底就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但是也是在昨天收到了确诊通知 希望确诊的所有人都能早日康复 这疫情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 下一个消息是,抢王娘看待黑粉的态度 昨天,if抢王娘出演了一个网络反弹节目 应该收到了很多嫉妒跟压力吧? 是的,非常多的八卦 会怎么调整情绪呢? 我是不太会受到打击的性格 如果这不是事实,我真的没有做的话 不管听到什么样的话,我一点都不会在意 你是你,我是我 我只想努力做好我的事情 对抢王娘执着的黑粉们你们看看 你们只是在那里浪费时间而已 你们在赌上自己的人生拼命的攻击 但是对于抢王娘一点打击都没有 拜托,你们越费力越觉得可怜 对未成年人感到自卑的成年人真的是 不管怎么看,你们都像是自卑感爆发而让我感到丢脸 还好我娘的精神力这么强 成功的人都会有成功的理由 不过,就算抢王娘不在意无脑黑粉们 但是还是希望公司能持续的管理一下那些黑粉们 但是没有什么都会让我处理 那么,没有什么都会想要 我想要,我觉得有些人很像地的 对不,就算了 很酷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YES 《XX》 《X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